那个女孩她是这个月的7号订到11号的房子 住到9号的时候我就问她 我说你还需要订房吗 她就跟我说她后面还要再续5天 她就直接在微信上给我转了后5天的这个房费 没有通过平台 转完之后她又住了个两天左右的样子 然后她跟我说她后面不住了 让我把后面的房费都退她 我说因为我们民宿包括平台上 要提前7天才可以退整个房费的50% 但是她当时已经不在7天外的范围了 她当时就很不高兴 她说那我不走了 我继续住后面的几天 说微信户山吧 因为她订房后面续订了5天之后 也就是昨天16号周五12点退房 我就过去去看 然后家里面很多东西都损坏了 水我过去之后是停了 我问一下物业 她说至少留掉了就是几十吨水 家里面的花洒呀水龙桶啊 全部都是大开的的 别的东西就是损坏了家里面的摆设 全新的那些物与叶 洗户啊 全部就到空 然后扔进垃圾桶里 那还有一箱餐厅纸啊 全部拿水泡起啊 几百个牙刷堆的 它全部一个一个全部拆开 都用不了了 床单被套丢到窗户外面去 空调外界那边挂着 大概七八百块钱的样子吧 我昨天没有报 因为是这样子的 因为想到后面会有人订房 保洁阿姨 她就直接把那个房间就给打扫了 她只拍了照片 我们现在留在手上的 只有这些照片视频这些 如果那个故意毁坏财物 它首先是一个侵权的行为 再不满应该以合法的行为来维权 而不是这种毁坏 他的财物的这种方式来维权 就是存在一个民事侵权 如果说他毁坏财物的设计 大马队是行事犯罪 所以他现在从你目前来看 原来是不够行事犯罪的 进而比较适合 那可以要求他造假赔偿 如果说他存在的这个 谁听知识 有这种嫌疑的话 那也可以报警 由警方来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